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6月9号 现在在这个 Chinatown这个螺丝湖公园 这里我们 以前有在这里做过一个旗袍秀 就在这里 千人旗袍秀 目前已经差不多都回复到正常了 有很多人在这个公园里面 鸽子也是和平的 在吃它的鸽子的食物 就很多人在公园里面打球 我们在 vue里面打球 前面的天军 反正就在这里 跟他现在在我的乡丝里面打球 加上面的电锻子 可能就是过来 有很多电锻子 我好像不够买你 这里出来就是格兰街 Grant Street 这些叫RisingWarriors 这些叫RisingWarriors 可以过来 隔岚街 对现在也是人很多了 人潮有勇 这里也是口罩一盒十五两盒二十八 对 唐人街现在越来越热闹了 毕竟重开了 这些菜很漂亮 老外也来这里买菜 冷卧午饭 当当鸡了 现在中准 各位朋友 如果你喜欢看我的视频 请点订阅 我们是专门报导法拉盛 纽约华人市区的 我们下期订阅 这里是格兰街 汤华大县 这里有个GNC 封起来了 GNC 这里是 伊丽莎白街 这些川黄色的 就是唐人街的警卫队 他们是保护唐人街的安全 如果你有歧视华人或者怎么样 马上就报警 黄色的黄色衣服的 这是保护唐人街的生活 就跟我现在穿的一样 我也是穿的这个颜色 这里是伊丽莎白街 黄色衫来这里 共享单车 共享单车 金盒 金盒中药 它不单只是中国人 然后都是 很多外国人都需要的 连这个 CCTV旗舰的CNGT都经常报道 哇那个味道真的很 很舒服 我很喜欢中药的味道 你看都是老外来蛮重要的 老外都知道这个要 要平衡 要平衡 什么都要平衡 来到前面就是马盖了 马盖就可以听到大量的海山话 好我们谢一姐再见